以下节目是由常春藤指导特约播映 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看商界纵横 我是米娜李世平 那在这一节的商界纵横呢 因为踏入9月份了 就是大学申请的提前申请 那要赶紧准备了 那为什么呢 这个大学申请的提前申请呢 目前呢就是越来越重要 我们今天呢很荣幸的再一次邀请到 常春藤指导创办人江宇应教授 来到节目当中 那首先我来介绍一下江教授 江教授是美国常春藤和其他名校的入学标准 已经成为常春藤和其他名校的入学通 是美国国家大学指导协会的资深会员 累计多年大学入学辅导经验和知识 已经帮助很多深深学子 进入了梦寐以求的常春藤或其他名校 那江教授您好 您好 米娜您好 观众们好 江教授 那我想问一下了 就是大学申请了 其实有一个叫提前申请 什么是提前申请呢 是 这个呢还不是光一个 就是说呢它有提前决定 提前行动 那提前决定呢 英文叫early decision 那么它就是呢 你选好你最心仪的学校 然后呢你说只要你录取我 我就再不申请别的学校了 哦 是这样 就等于是一个one on one matching 就等于说我就非你不去了 就这样 我就非要去你的学校 那么这个呢有什么好处呢 就是学校呢 非常重视他们大学啊 非常重视他们的这个入学率 也就是说我假如录了十个人 这十个人是不是都来 我录一千个人 是不是这一千个人都来 当然正常的录取呢 这一千个人中间可能只来了 比如说八百啊六百啊 那么提前决定了就是说 我录了你你就一定要来 所以我们叫做绑定性的 这个申请制度 但这个有没有规定 只能申请一家还是怎么样呢 规定只能申请一家 因为你只能献胜一家嘛 你只能自己绑住一家 那么呢这一家 为什么要做这个呢 就如果你想好了 哪家学校是你非要去的 那么呢并且这家学校 允许你做这个提前决定啊 顺便说一下 有的学校不让提前决定 那么如果他让的话 那么我进去了不就很省事 我只要做一家学校 并且一下就做好了 并且刚好是我最想去的学校 那么大学呢 他看到你对他的这种 中心度 中心和这个 情有独钟吧 对 那么他给你的这个录取率呢 会要高一些 他会稍微 就是稍微忽虐一点 你的缺点啊 网开一面的那么一样 对对对 这个是叫提前决定 那么还有一种叫提前行动 这个英语里面叫做 Early action 那么也是提前申请 但是呢 你申请到了以后呢 你不需要去 就你不需要做决定 也不需要去 就你到这个 所有的大学的这个 放板以后 你再做决定 但是呢你还是提前申请了 提前申请了 也表现了一定的重心 那么这个大学呢 也会给你一定的诱惑 录取率 也就是说提前决定 和提前行动的录取率 比常规申请的录取率 会要高一些 那说起了 竟然这个提前行动 和提前申请呢 就是那么重要了 如何做好准备呢 现在就是要赶快 首先就赶快一定要决定 自己应该做什么 提前行动的学校 和提前决定的学校 那因为我们不能放弃这个提前决定 或者提前行动的机会 这个机会等于说 一个是我可以早点做完 第二个就是他给我的这个优惠条件多一些 那么这个时候就要 最好呢是要跟我们进行比较 就要磋商很久 这个事情真的是 我们就因为家庭 还有父母亲 还有学生 他都说 我干嘛要绑定一家学校呢 那么不愿意绑定 那我们就做提前行动 愿意绑定就做提前决定 那么呢 应该在九月 我觉得最迟 在这个九月底以前 一定要把这个第一轮申请的学校 全部决定好 要根据 根据学生的爱好专业 还有学生的这个具体的情况 那么就两体才宜吧 选中最好 你选太高了没进去 也觉得这个提前的 这个这一轮就浪费了 选低了又觉得 我怎么要绑定 我为什么不选个高的呢 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 其实非常纠结的问题 其实是以满难决定的 满难决定的 对对对 所以应该跟专业人员多讨论 那这边呢 我要恭喜这个江教授 你们在2019年的这个秋季 这个一期呢 你们又获得了那个惊人的成绩 非常敬人 恭喜恭喜 特别是提前决定和提前行动中 你看我们有 我们有这个 一共有五个去MIT的 五个进了MIT 但是有三个是提前行动 然后我们有四个进哥伦比亚 但是有三个是提前决定 然后呢我们有两个进这个 斯坦福大学 一个是提前决定 一个是正常进去的 那么就说如果我把这个列出来的话呢 就是会 可惜我们久了 现在因为学生已经开学了 我们就并没有分得那么细 但是如果我把提前决定 提前行动啊 分开来列的话 是非常惊人的 我们进去的学生 就是每一个这样的三层层 都有一个两个 甚至于五个六个不等啊 那么呢有一半以上 甚至于大半以上都是通过提前申请而进去的 所以看来就是提前决定和提前行动非常的重要 那您是怎样辅导学生这个申请大学呢 说起 我们把这个大学啊 因为这个我们宏观的 因为没办法仔细讲啊 最好是跟我们联系啊 约谈 那么我们把它分成五个大部分 其实第一个部分就是怎么样勉励学生呢 现在即使九月了啊 还可以努力把自己的这个record 把自己的学习和课外活动做得更好 第二个就是刚才我们讲的 你到底怎么选校 去什么学校 要就是说申请什么学校 申请多少个 哪些哪一个可以做提前决定 哪一些可以做提前行动 那么第三个就是怎么样从学校得到 从你自己的高中得到最好的支持 第四个就是怎么样管理 这个九月到一月这么多事情 还要到四月份才有这个结果吗 这个还好几个月的管理过程 最后一个是最重要的 就是我们花大量的时间 跟学生来写这个申请大学的作文 好那在节目结束之前 麻烦您讲一下你们的联络方式 对要跟我们联系的话 就是打电话最方便 408-982-3425 408-982-3425 好我们非常感谢江教授 那正如江教授所说的 大家呢如果觉得自己家里小孩子呢 成绩不错的话呢 其实可以考虑一下做那个提前行动 或者提前决定 那这样的话呢可能更加容易的 进入您梦寐以求的大学 那我们现在进入一段广告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